令被好友恐嚇案查出国民党党工许哲兵涉案 被吕影质疑背后有人刻意操作 矛头指向成立传媒公司为国民党打选战的周博银 擅长打空战的他现在转任桃园市府观光旅游局长 观旅局说明说要先用500万成立一个财团法人桃园市观光基金会 再用3000万来补助 周博银上任推动六都只有桃园才有的观光基金会 摊开观旅局单位预算审查资料 用不到150个字说明新增计划 第一年预算就要3500万 这跟你们原来的观旅局业务是相同吗 这是不是叠床家务 业务比一比桃园市观光旅游局的业务项目 包含游客服务行销企划以及活动办理等事项 而周博银打算新成立的财团法人桃园市观光基金会 涵盖的项目有观光服务和行销 以及推动桃园各项观光建设 与观旅局的业务几乎相似 我们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要用观机会的名义来养更多的网军 让桃园市政府成为国民党最大的网军基地呢 他所指称的任何事情 我们都不会做也不可能去做 那所有的预算都会是用在所有的观光建设 以及观光发展上面 另外观旅局明年在此湖两奖临请 编列八千多万的检收经费 而北衡原乡观光建设却只编列了950万元 真正差了9倍 观光建设预算大小眼 成立基金会又能免进议会审查 就怕预算沦为张山顿团队的网军小金库 观旅局议会工作报告 蓝绿 攻防焦点 3新闻张玉姐黄世涵桃园从我到